讲吧 卢台长师傅 你好 你好 我是想帮我妈问一下 她是53年属蛇的 她的业障自己背 53年属蛇的是吧 不要15背 看身体啊 对 身体 你妈妈这一段出问题了 这里到下面 肚脂 肚脐炎这里 听得懂吗 问题大吗 有一点 长东西啊 股杂 听得懂吗 她是去年12月份 验出来得了那个癌症 看见吗 太大厉害了 太大厉害了 请问卢台长他能过这一关吗 我现在看看啊 谢谢 53年啊 53年蛇 你妈妈现在目前来讲 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太好 小弟 你要救你妈妈要帮你妈妈念经 要烧很多小房子 听得懂吗 否则的话你妈妈病会越来越厉害了 目前来看不是太好 我看她身体上这个癌症已经在一点点在扩散了 已经是做了第二次发疗了 看见了吗 明白了吗 是有灵性还是怎么样 有灵性 你妈妈的就是你爸爸的妈妈是不是走掉了 外那个婆婆 对对对 是吧 你叫你妈妈要忏悔 因为婆婆在的时候 你妈妈跟她两个人怄气啊 很厉害 那个婆婆现在在她身上 我看得出这个婆婆长得像男人的脸 就你爸爸的妈妈啦 脸是长长的 这里有两块颧骨 对 颧骨很高的 太大厉害了吧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她是来要她的命 婆婆来要她的命 因为你妈妈 她婆婆没走之前 你妈妈跟你爸爸讲了那些话 你以为她婆婆不知道 实际上跟儿子讲了很多话 但是现在她婆婆一离开 什么都知道 她都看得到 可以拉回来了 叫时光随道嘛 她可以拉回来 她可以知道 当时挑拨你爸爸跟她妈妈的关系 而且她对你妈妈 对婆婆非常不好 所以她现在 她可以到下面去告状 告了状 如果阎王老阎同意 她就可以向你妈妈生 可以把你妈妈带走 所以小弟 现在这个问题 我帮你找到毛病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紧叫你妈妈念小房子 念经 要放生吗 要 放生 慢慢放 放六千条 这是 放生是让她身体好起来 但是如果你的婆婆不走 她的婆婆不走 你说放了身 和身体好起来 她又把它弄坏掉 对不对 最好的方法 你要把根去除 就是要把她的那个婆婆要超度都要走 那师傅能帮忙加齐一下吗 谢谢 要念经的 谢谢 练几张小房子 刚刚讲了吗 没讲是吧 说的放鱼 我问问看啊 谢谢 喔 不 婆婆脾气很大 很厉害啊 你知道她说什么 至少三百张 好了 小弟啊 不要去害人 我们人不能得罪人 不要以为在阳间做了暗示 害人家 不知道 终有一天会知道的 所以做人要凭良心 听得懂吗 划不来 我跟你说 真的